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朋友平安 欢迎您参与今天的电视祷告会 在十二月 在圣诞的爱的季节里面 我们要一起来感恩 因为神来到这个世界上 祂来陪伴我们 一起走人生的道路 我们先来一起来敬拜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世事看顾 处处看顾 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如是老苦心中失望 天父必看顾你 为先灵道无处躲藏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世事看顾 处处看顾 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凡你所说 需要他供应 天父必看顾你 凡你所求 他必吹停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世事开顾 处处开顾 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无论你如何 当失恋 天父必看顾你 若若坤沟 靠他胸前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世事开顾 处处开顾 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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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开顾 处处开顾 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世事开顾 处处开顾 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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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耶和华 主祢是大牧人 主祢必引导我们到西水地 到青草地旁 主要是的主 使我们在祢的里面得到安息 主谢谢祢时刻看顾我们 主祢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 主祢必按照祢的信实公益 还有祢的时候 来供应 来满足 来帮助我们 主谢谢祢 主赞美祢 主当我们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主要是的主 真的是享受到祢同在的美好跟平安 我们感谢赞美祢这样感恩祷告 侍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每个人都活在理想跟现实当中 现实是残酷的 而理想是美好的 如果一个人只活在理想当中而脱离现实 我们就说这个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 如果这个人一直活在现实当中而没有理想 我们说这样的人是一个可悲的人 所以人生好像是两条铁轨在前进 那我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抱持着理想 可是常常要接受现实的考验 所以我们就会很伤心 我们的理想状况 人与人是不会吵架的 可是现实是会的 我们理想的状况当中 父母亲是非常恩爱的 可是现实的生活当中 往往父母亲有可能是水火不容的 我们在理想的当中觉得 自己的人生应该是非常好的 可是在现实当中 却常常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在这两条不同的铁轨当中 它的宽度就很重要 所以如果它的宽度很窄的话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重量重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翻车 所以那个铁轨如果够宽的话 它才可以稳定 高铁的铁轨是比较宽的 台铁的铁轨是比较窄的 所以那个宽窄之间的那个距离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时间 也就是说 一个人他怎么样在理想跟现实当中 取得平衡 那个距离很重要 理想跟现实的距离 那就是时间 所以一个人 他的理性知道 不要再难过了 不要再伤心了 我要原谅别人 这叫做理想 而现实是 我们没有办法原谅它 现实就是 我眼泪刚刚擦干 它又流出来了 现实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走出那个伤心 所以在理想跟现实的中间 那个平衡很重要 那就是要足够的时间 而在足够的时间当中 很需要的就是要有人去陪伴他 如果没有人去陪伴他 那那个时间就不能够发挥果效 他可能只是更伤心更难过 或者他更停留在 不应该是这样 他更停留在他所想象的美好的状况中 他没办法接受那个让他伤心的事实 而另外一个 当没有人陪伴的时候 也有可能他完全停留 沉溺在那个事实当中 而他不相信伤心是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系列谈到 我们怎么面对伤心 走过伤心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一个主题是 怎么样陪伴 讲到陪伴大家应该 印象最深刻的人就是约伯 约伯在遇到很多伤心的事情 失去了他的儿女 失去了许许多多他过去所拥有的这些财富 甚至于失去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来劝他 本来他的朋友是要来陪他的 可是在陪伴的过程 我们总希望这个人 快一点走出他的伤 我们总希望这个人 快一点学到功课 所以这几个朋友呢 受不了了就开始说话 一说错话以后 就会使得那个伤心的人更加的伤心 愤怒的人更加的愤怒 所以怎么样陪伴一个伤心的人 是很不容易的事 陪伴本身会有一种压力 因为我们会很希望这个人 不要再这么难过了 我们很希望这个人你早一点想通 我们可能劝一个很伤心的失恋的人说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可能劝一个女生说 这个男人不值得你这样对他 不值得你为他流一滴眼泪 可是在我们劝的时候 对当事人来讲 这些话常常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需要时间 所以如何做一个陪伴的人 不容易 有的时候我们有好的动机 就像约伯的朋友 他们愿意去陪约伯 可是他们却未必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未必有足够的智慧去陪伴一个伤心的人 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 第一处我们来看就在约伯记第29章25节说 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 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 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 在这里 事情上让我们比喻说 一个吊上的人 他去安慰伤心的人 这是很不容易做的事情 他的难度如同什么 如同君王在带领军队一样 他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 但是他又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当一个人伤心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安慰他 而不是讲道理 所以在这里的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我如同一个智慧的人要去劝他 要去帮助他 没有 在这里圣经只说 我如同一个吊上的人 我只是去致哀 我只是去表达我好难过 我只是去表达我的感受 在这时候通常不太适合随便讲话 所以在箴言25章20节 在那里给我们另外一段有关的教导 这段话语说 对伤心的人唱歌 就如冷天脱衣服 又如好像你的简中去到处 它会产生一些相反的作用 或者好像是火上加油一样 它会让一个人更加的难受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怎么陪伴一个人 如果你跟他讲道理 他会觉得你一点都不了解他 就好像运动员受伤 这个在我们的运动员的当中 是很常见的 王建民受伤 然后郭洪志受伤 我们台湾这些大家 很熟悉的超级大明星 包括陈伟英 他们在美国投球 因为比赛的强度 因为身体的疲乏都会受伤 当受伤的时候 你就跑去告诉他说 你就是没有暖身了 你看把你受伤 你知不知道 我们全台湾都看着你 你这样受伤 我们两千三百万人多难过 你觉得这是安慰吗 你觉得这是陪伴吗 这完全不是 后总统开始给他建议 说你这个要开刀 你这个要怎样 你这个要怎样 都是不切实际的 在美国他们这运动员受伤 其他的运动员只会讲句话 他说哇 真难过 因为我有过受伤的经验 我很能体会他的痛苦 就这样 就到此为止 不再做任何的评论 不给任何的建议 而单单只是表达哀悼 单单只是表达说 真是遗憾 真的好难过 怎么会这样 恐怕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只能做到这里而已 但有的时候 基督徒都很有爱心 我们就很像约伯的朋友 总要加上一些建议 说真的难过 怎么会这样 你最近是不是没有独行祷告 你最近没有聚会 我们就常常 我们真的很有爱心 那个爱心 常常会让我们 加上很多自己的诠释 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 做了更愚蠢的事情是 我们在他面前没有讲 我们开始去转述 我们说某某某你知道吗 他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听到说 怎么会这样 对呀 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 他最近奉献不太够 听说他都没有遵守十一奉献 我们就在他的背后 加上我们的诠释 然后这个听到的人 他也知道大家都不是恶意 所以他也就非常好心地 传递这个代导事项 然后继续把我们的诠释也放进去 有一天当这个话 传到当事人耳中 他就再也不要到教会去了 大家应该明白 这是人性的软弱 没有一个人可能是 故意要让一个人跌倒 可是当我们不懂得 什么叫陪伴的话 有的时候 我们就让人家跌倒 所以你看到 耶稣来世界上 耶稣责备的是谁 耶稣责备的 不是那些犯错的人 有一个妇人不守妇道 被别人带到耶稣面前来 要羞辱他 耶稣却没有对他讲任何一句 不堪入耳的话 耶稣只说 我要再犯罪了 赶快回去吧 那你看到 大家讨厌的撒该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只想看耶稣是谁 耶稣跟他讲说 你不要爬到树上去 这样子很难看 虽然撒该自己觉得自己很勇 他觉得自己很猛 他觉得我不怕丢脸 我不怕嘲笑 反正我一路就是矮 我给人家笑习惯了 耶稣跟他说 不要这样 你下来 我今天住在你家 耶稣住在他家 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所以你会发现 耶稣很会陪伴 耶稣不是落井下石的人 耶稣不像我们这些人的习惯 一看到别人犯错就说 你看吧 不是早就告诉你了 你就不听 那没办法咯 我们就常常讲一些 让人家听得更愤怒 更挫折 那我们常常觉得 这个人家看到我们 就不想听我们讲话 因为人家大概已经知道 我们要讲什么话了 求主帮助我们要学会 做一个善于陪伴的人 常常上帝没有讲话 我们都替上帝讲话 我们就替上帝发出解释 其实常常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需要学会安静 我们需要尊重沉默的力量 我们需要学会怎么陪伴一个人 如果当年约伯的朋友少说几句 今天基督徒读约伯记就不用读那么多篇 你发现我们读很多都是他朋友的话 不是读上帝的话 我们读了很多很多人的话 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 可是我们会不习惯 因为你知道华人是很重实际的 总觉得我到你家坐坐 你生病我去看看你 好像我也不能帮你审 就会觉得自己有一种爱莫能助的感觉 会有一种挫折感 所以总是要去的时候 带一点偏方去告诉他 最近头发比较少 用牙膏抹在头皮上应该是有效 不然就用姜来涂一涂 应该头发会长出来 我们常常会太有爱心了 我们总觉得如果我不能够提供实际的帮忙 那我只是去看你有什么用呢 这是我们的文化 当然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件事 陪伴本身就很珍贵 如同掉上的人 掉上的人他只要出现在其中 沉默的陪伴坐在那边 我们的出现 我们的陪伴 尤其如果我们自己是有类似的经验的人 其实我们一句话都不说的时候 已经有很大的支持在那边 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 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难过 对方反而感觉得到 当对方觉得我好被了解 然后一讲一句话就破功了 一讲一句话就砸锅了 一讲一句话人家就觉得 你怎么讲这种不适合的话 有一个牧师 他安慰他的会友 因为他的会友还是过世了 这个牧师安慰他说 你不要难过了 上帝知道你工作很忙 没时间照顾小孩 所以上帝就把孩子接回去自己照顾 你不要太难过 听了更难过 就是我们很好心替上帝去解释 可是这大概不是上帝的意思 至少这不是我们该说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件事 学习陪伴 当做错事情的时候 耶稣并没有立刻的指责他 耶稣花很多的时间 陪伴他的门徒成长 耶稣也花很多时间 在马大 玛利亚 拉撒路这个家庭当中 因为他们很可能是没有父母的家庭 耶稣每次经过就到他家 有什么目的 没有什么目的 就只是陪伴 就只是 关心 say hi 就只是问候一句 最近好吗 这样子 有的时候就够了 就求神帮助我们 要学会陪伴的智慧 最深的伤心 往往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可能只有足够的陪伴 才能够帮助对方 度过那个最难熬的时间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能够继续来前进 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来为几件事情祷告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就单单的 就来为着 我们在陪伴人的这个过程的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愿意帮助他 陪伴他 先陪伴他 当他在否认 他觉得怎么这样 他有一些无法接受的 那个否定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陪伴他 而他在否认的时候 不要说不是这样 你不要这样想 我们就又开始去解释了 其实不需要 当对方在否认的时候 他需要那个过程 我们就接受他 我们就陪伴人经过那个否认期 我们一起来祷告 北 Masuk 小伯讓我们到过程中 充满疾 您 пост认真的 决定 在这儿 eks 主啊 我们满心地感谢祢 主啊 在这个早晨我们感谢祢 说主 是的 谢谢祢透过你的信息 主啊 再一次提醒我们 主 我们不是只是单顾自己的事情 主啊 但是我们也要顾念主 我们身边的肢体 我们的家人的事情 主啊 赐给我们一个倾听的耳 主啊 让我们常常就能够倾听 陪伴主啊 那些伤心的 主啊 痛苦的 主啊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肢体 主啊 让我们陪伴着他们 主啊 使他们不是单独个人 去度过 去面对的 主啊 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 主啊 我们要顾念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肢体们 主啊 是的 也赐给我们主啊 从祢来的话语 主啊 也许只是可以陪伴 或者是主啊 一句话语 从祢来的话语 主啊 我相信神 祢都透过这个话语 来鼓励那些受伤的 那些忧伤痛悔的 主啊 求祢祝福在我们当中 主啊 当我们来陪伴的时候 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 主啊 也让我们愿意 主啊 真的是把这个时间摆上 主啊 让我们就是陪伴着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肢体 走过每一个时刻 主啊 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一个时间 也让我们愿意来陪伴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肢体 我们感谢祢 主 谢谢祢 第二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说主啊 我们知道 当一个人伤心的时候 他常常会很生气 他会弃自己 怎么那么没有用 他可能会弃自己 怎么这么烂 他也可能弃别人 说怎么这样对我 他也可能在弃上帝 当一个人 为了某一些事情 他伤心 而他在生气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安静地陪伴 不要去指责他 不要去教导他 而只是去听 他里面真正的愤怒 然后让神自己来引导他 求主让我们不会被 他的怒气所激怒 或者我们的情绪就被 可能被他牵动 所以这是很难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陪伴一个人的愤怒 祝我们来到你面前 祝我们来为着我们的 有多伤心的人 这会伤心的时候 他会生气 祝他生气别人的情 在一个伤心上 笨的身体 祝我们把这个笨的方法 把这样的情绪 卸在那边 祝我们来 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说人的话 祝我们来人的面前 说你来 他就来找我 我们也要一样 祝我们来自从 祝我们来自从 主啊 但是祢或是我们随喜的 主 祢能在我们当中学习这样的广告 主啊 若是我们现在正在一个愤怒的里面 主啊 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来到祢的面前把愤怒卸给祢 主啊 让我们在祢的面前说人的话 把我们的情绪发泄在祢的面前 主啊 因为祢听我们的话语 祢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 但是我们容许祢对我们来说话 容许祢自己在安慰的话语来领导我们 主啊 一至于我们在人的面前能够来说 从祢而来的话 主 我们也向祢祷告 主啊 若是我们周围有这样子的朋友 主啊 给我们一个从祢而来的一个心 一个安慰 一个谦卑的心 主 我们不要在那里做评论 主 我们单单打开我们的耳朵 主 我们单单打开我们的手臂 我们保护他们 我们护佑他们 主 但是我们不随他们的怒气在那里祈福 主啊 因为我们真是说祢是我们的宗宝 主啊 祢是使那两兆合一的主 主 我们向祢祷告 求祢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 不管是生气的或者是帮助别人的 主啊 祢都在我们的当中 谢谢主赞美你 所以我们也来祷告说 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怎么陪伴一个人 当他这些情绪都过去以后 最后剩下的其实就是很深的失落悲伤 就是很深很深的难过 所以求主让我们也能够陪伴 那个难过的时间 不要刻意地去缩短他 因为一缩短他 他那个难过可能就藏起来了 跑到更深的地方 但是神不是要我们假装 神不会要我们压抑 神就是知道我们的人的难过伤心 所以求主让我们愿意陪伴人 当别人难过的时候 声音上说我们愿意哀哭的 就一同哀哭 求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 能够体谅别人的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抓饰的 拜托 祈祷 祂慶祝你必看顧你的儿子 主啊 在这样的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代当中 我们真的时候 很多时候 已经被这样错误的价值观引导着 让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用言语去刺激人做些什么 或者用言语来帮助自己什么 但主啊 恳求你 给我们赎你的智慧 主啊 是的主 就像当初 尽管犹大要出卖你 你却愿意与他同桌 尽管你知道彼得要不认你 但是你却愿意与他对谈 主要恳求你让我们 诚实一个真实温柔的人 就像你一样 主要因为你说温柔的人 必承受地图 主要恳求你就让我们 可以成为这样子 有一个和平的心良善 信使的人 主要就像主你自己一样 主要因为我们更多的温柔 更多的体贴这样伤心的人 挪出我们的时间 挪出我们的金钱 来帮助这样的人 成为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人 谢谢主 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 谢谢你在我们 江禅灯火的时候你不熄灭 谢谢你在我们这个 芦苇压伤的时候你不折断 谢谢你愿意陪伴我们 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复原 有足够的时间消化 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谢谢你容忍我们幼稚的情绪 谢谢你容忍我们 里面真实的感受 谢谢你倾听 谢谢你教导 谢谢你陪伴 祷告奉主的名求 耶 天父比堪图你 世事堪图 祝祝堪图 天父比堪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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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堪图 祝祝堪图 阿比阿堡图你 天父比堪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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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堪图 祝祝堪图 阿比阿堡图你